金鱼 师姐 小心 师姐 金鱼 别打了 天师妹 你没事吧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 好大的威风 来大猪风 替我教训徒弟吗 没事吧 天师叔 苏师叔 是龙守风弟子冒犯 弟子在这里向各位赔罪 师姐 天师妹 林师弟一时冲动出手 你没有受伤吧 他还没有那个本事 林师弟 还不快来赔礼道歉 林金鱼 说我彼氏疏忽分身 不能全怪金鱼 怎么不怪他 分明是他乙大欺小 仗着自己修为高就 灵儿 够了 多有冒犯 弟子在此赔罪 金鱼自小与我打闹惯了 龙守风弟子 还真是性格鲜明 不易 小凡 我们走 天师妹 还有什么事 要不是天师叔和苏师叔 不与我们满倍计较 恐怕此事难了 事情过了 不说了 天师妹请留步 这盒中 是我随师父剿灭魔教 得来的清凉珠 不是什么宝物 但对女子养颜护肤 有些好处 今日送给师妹 全当赔罪 我不要 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这清凉珠 是我的一点 小小赔罪心意 师妹一定要收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别在意了 那师妹不要嫌弃 收下吧 那就多谢齐师兄了 还望你让师妹喜欢 喂 喂 什么 原来就担心你师姐啊 我以为真担心我呢 你们谁伤到了 都不好 哎 你这个师姐啊 脾气真大 平时有没有欺负你 去 师姐对我很好的 平时都是她照顾着我 吹牛吧 就她会照顾人 我不信 哎 你又发什么呆啊 来大珠峰学义五年啊 你 怎么越学越呆了 还去你的 你站住 来啊 哎 话说七脉会舞 你会参加吧 我听师父的安排 嗯 七脉会舞六十年才开一次 咱们入门五年就有幸遇上 到时候啊 一定要好好观摩 积累经验 静语 我觉得你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 咱们都要加油 不要给草苗村丢脸 嗯 七脉会舞 可不是小朋友玩耍的地方 消息已经送到 临时定 我们回吧 是 大师兄 小凡 那我们就七脉会舞再见啦 嗯 保重 轻语保重 师姐 嘘 傻了 你这做什么 快让我进来 哦 哦 把门关上 叫你快把门关上啦 哦 好好好 你怎么让那个灵精语欺负了 她没有欺负我了 她有那么厉害吗 你们是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是啊 小时候我们就老鄙视 只不过 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赢过她 哦 原来从小就欺负你 我看她就不是什么善茬 这 这次她运气好 我放她一马 哼 拿 这个给你 拿好了 快拿好 这个是 太极玄清道 第三层 啊 啊 什么啊 快捡起来 我特意抄下来给你的 师姐 要是被师父师娘发现 会被重罚的 你要去告诉师父师娘吗 不 不会啊 那难道我自己去说啊 呃 那他们怎么会发现 你告诉我啊 呃 你说他们怎么会发现 嗯 收好了 好好练习 以后不要再给人欺负了 我 师姐 那个林京宇虽然讨厌 但他那个师兄 嗯 跟他一点也不像 齐 齐浩师兄 上届七脉会我 他也就只输给了掌门萧师兄 那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吧 就算这次比我 他也是夺冠大热门啊 那可不一定 我们有大师兄啊 其他风的高手 也多着呢 小师弟啊 你觉得这珠子 我带着好看吗 齐浩师兄看似正经 其实还蛮体贴人的 哎呀 时候不早了 我走了 哦 对了 呃 什么 给你的法觉说好了 一定要好好练习哦 我走了 哦 哦 趁现在没外人 不行不行 违背门规 不行 哎 就看一眼 来 气中与子 化身万物折掩 化身万物 这法觉 怎么这么出现 太极元气 寒三为一 积与中眼 卷石也 行于十二尘 此阴阳何德 其中与子 化身万物折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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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三层真气 竟没有遇到丝毫阻力直通百害 且和大凡波折掩 且和大凡波折有一举同工之妙 真是齐了 疼死我了 六师兄 小师弟 我的天 都长这么大了 六师兄 这六年都去哪游历了 一定很苦吧 那当然了 那你怎么在柴房里 我就知道你在柴房 特意先来看你了 六师兄 你正好 小凡 站好 你不会 没错 这就是我兄弟的法宝 神木头 怎么样 厉害吧 哇 那这样打赌谁都赢不了你了 去去去 这哪是拿来赌我用的 这可是用一棵千年三株树的精华雕刻而成的 花了我好些力气才在南方的赤水吃半场呢 这一次七脉会舞就要靠他了 刘师兄 你这次一定会大放异彩的 要是我也能去就好了 哎呀 放心吧 这一次我们大竹风肯定有 我都听说了 这一届七脉会舞每个风各出九人 我们师兄就七人 师父不让你去 难道让大黄去吗 真的 哎 师父呢 我还没去请安呢 哎 不对啊 六师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不是说一回来就来看我了吗 哎 其他师兄呢 哎 等谁来 六师兄你别转移话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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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师父 这么快就融会贯通了 不枉我对你的苦心 弟子觉得还不够好 现在也确实不算什么 要想在七脉会舞中拔得头筹 还要再下一番功夫 是 师父 六十年磨一剑哪 我们龙手锋在历届中向来名刺优异 不输其他个脉 这次也别给我丢脸 是 师父 来 转门 有密信 正魔纷争千年 火烧不尽 天之道 不争而善生 无为而有为 何必求全求其业 不争 无为 青云历派千年 为的就是扫荡血髓 还天下朗朗乾坤 自太古以来 正邪便是此消彼长 知其白 守其黑 方为天下誓 祖师祠堂一百年 竟磨灭了你的志气 青云历代 师祖在此 还不能让你悟到 万物复阴抱扬 正邪相随 天道如此 天道 天道无亲 更何况正邪有分 我求的是天下至亲至尽 今天我们出发参加七脉会舞 大家都要加把劲 是 大师兄 六师弟 你这玩意儿能行吗 你怎么行啊 你那笔也长不那么平凡 我可是以笔代剑 咱们大竹风书见风谷 小凡怎么还没来 对啊 是啊 小凡子 小凡 你还在干嘛 小凡 你还在干嘛 小凡 就来了 好烫 好烫好烫 小凡 你别把房子给烧了 咱们马上要出发了 东西要带齐了啊 来了 放心吧 带师兄 给 谢谢 小师弟 谢谢 谢谢小凡 刚刚才吃完饭 一会儿会饿的 带着路上去 谢谢小凡 小凡 你带着跟黑乎乎的棍子干什么 七脉会舞是笔舞 你要带他 对啊 笔舞 必须用剑吧 当然不是 还有笔剑更棒的法宝 接着 笔舞当然要用剑了 不过小凡你别紧张 大家都知道你的本事 这次去就当找剑是来 我们出发吧 走 小凡 要不要跟着我的法宝一起飞行 你还是自己玩吧 我要跟师姐走 人都到齐了吧 师父 到齐了 大人 你带着老七 别让他从天上掉下去了 是 师父 你们俩 一人带一个 是 师父 莫要错过及时 你们也快一点 是 启程 要不要我们来阻碎 谁飞得最快 行 准备好了吗 走吧 走 小师弟 我们也快走吧 那你把他也带上吧 谢谢大师兄 我 小师弟 抓紧了 师兄 小凡呢 谁呢 小师弟 师姐 师姐 小师弟 你没事吧 来 师姐吗 快起来 看我们到哪了 大家都来了 今天大家的事情都很高啊 今年大家的事情都很高啊 小白 你没事吧 快来 我们去前面看看 快来 师姐慢点 快来 别乱跑啊 别急我 别急我 听过小融蜂的弟子们来了 在哪儿 来了吗 快去那边 快看 快看 快快看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你怎么能接起来 我都会演啊 你这个也不会啊